第七十五集团军某旅距离攻关 提升战场信息保障能力 初春时节 高原某地 第七十五集团军某旅综综合训练场上战车轰鸣 电波频传 一场复杂电磁条件下十兵对抗演练敖战正酣 记者发现 演兵场上呈现出诸多可喜变化 受领作战任务后 各要素迅速展开行动 指挥控制分队快速向疏散地域开进 按时构建指挥信息系统 机动通信分队紧锣密鼓开设各级节点 构建干线网络 指挥网链上下贯通 百余台战车在机动途中实现洞中通联 实时传输语音、数据等信息 无人机、侦察车、雷达等装备构建起多维度 全方位立体侦察体系 自动上传侦察目标情况 形成信息优势 演练中 侦察情报、指挥控制、火力打击等要素供之一张网 体系效能不断释放 作战指挥链路畅通与否直接关乎指挥效能 影响战斗胜负 该旅领导介绍 他们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 对情报、指挥等系统进行深度整合 逐步构建其以战场信息网为主体的指挥体系 持续提升部队洞中通联水平 推进军事训练转型升级 演练现场 该旅搭建起数十条指挥链路 将各单元各型指挥通信装备组网连接 实现战场信息实时共享 指挥控制精准直达 在该旅作训科参谋刘贤胜面前的屏幕上 战场态势滚动更新 目标信息源源不断汇总 他对照系统生成的目标清单 对重要目标和存疑信息进行识别查证 指挥车内 该旅火力科参谋弹下开轻敲键盘 不久后 数架武装直升机依据接收到的信息 飞抵作战区域上空 对敌防御要点进行空中火力打击 谭下开告诉记者 他们通过打通陆空协同链路 将空军陆航等军兵种力量引入作战体系 空中火力和地面兵力得以灵活协同 随着空中火力打击结束 地面攻击分队成功占领敌重要阵地 战斗前沿 担负破袭任务的该旅某连连长徐浪 通过作战指挥网将火力请求传至指挥所 指挥所迅速下发任务指令 就近的火力打击单元立即增援 成功对敌火力压制 从情报获取到目标摧毁 指挥链路通畅 信息高效流转 部队反应时间大幅缩短 构建顺畅高效的指挥体系并非一措而就 为了实现指挥模式由直线形象网状形转变 该旅官兵卯在站位 通过一次次演练 反复测试每条链路在不同天后 不同地形条件下的通联情况 他们越山丘 穿峡谷 在各种突发情况中检验指挥链路抗扰能力 采集上万条数据 将指挥链路延伸至系统末端 针对洞中通联存在的矛盾问题 该旅抽组技术骨干成立公关小组 邀请院校教授科研院所的技术人员来对 着力破竭读点卡点 该旅信息保障科科长冯思扬说 我们先后录入了数万条基础数据 并坚持动态更新 不断增强洞中通联的效能 还需提高战场信息网通联的广度 和运行的稳定性 提升官兵信息系统操控水平势在必行 走下演兵场 官兵征臣卫习 针对演练发现的问题立即展开复盘研讨 窗外冷风呼啸 室内热火朝天 洋溢着严战谋战的浓厚氛围